海胆蒸蛋啊 哎呦 扎手啊这个东西 真咸 好吃啊 保证这个生蚝你们没有吃过 不是因为它大啊 其实这个大生蚝根本没有肉啊 夹了一块龙虾尾 焖了 嗯 送给你们个小红蟹啊 你们也送给我一个小红蟹 走开 完整的虾鱼 红油海螺 造一个 鲜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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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鲜蛋 老鲜蛋 大鲜蛋 来 不知道它为啥叫鸡排啊 咱咱特别好吃 嗯 鲜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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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也算是巨螺 挺大的 看着花 苦线 海肉干掉了 肉 这个是特别筋的 给焦碎了才能嫌 海螺 这么吃才过夜啊 还有点苦线 这块有老筋 大口吃肉啊 大口吃肉啊 小脑 第一次吃这个 尝试一下 味道挺香 嗯 还行 这必须得配辣油 要不要有点腻 太郑了 太郑了 不太太 很脆 很脆 是不脆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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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都想吃 有口水 鲍鱼 有口水 尖要跟筈鱼 生蚝越来越肥了 马上直播 直播把这些生蚝全部都开开 所有检验一遍 看看是不是都这么肥 速来直播见 太大了 老铁 咱海鲜熟了 今天儿子要吃大海螺 整一只 不用太大了 太大了吃不了 半斤一个了 整出来了 这下面是海螺的黄 特别特别的香 别掉了 这苦胆 一般情况下 孩子都不适应这个味道 你孩子吃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苦胆去掉 长长的一条 长长的一条 然后这地方有个肝 把这个肝也挤出来了 扔掉 其他剩下的东西都可以吃了 自己拿着拿吃 老铁们给个双鸡好不好 海螺也吃了 新开了 甚客了 folklore